嗨,大家好 今天我想蹭一下Costco的热度 因为最近在上海Costco很火 所以我想今天来给大家推荐一下 我在美国的Costco一般都会每次去必买的一些东西 我们首先我先来推荐就是放冷藏库的东西 因为要赶紧把它介绍完 然后把它放到冰箱去 不然它容易坏掉 刚刚我们去了一趟Costco 推的就是这个小牌 因为以前的话好像在Costco没有看到有小牌卖 都是那个比较长的那个牌骨 然后最近有去看到有卖这个小牌 所以每次去都会买 它的价格才3块1毛9一磅 就特别便宜 比那个99大华都便宜 99大华要6块钱一磅 就是美国的这个小牌肉特别多 你就就是我们就每次就把它从中间切开就可以了 把它分成三份 一份就是一公斤的样子 然后把它放到冷冻里面 然后要用之前拿出来解冻 然后我一般都会做糖醋小牌 是我最喜欢的菜 我们还有其他的许多肉都会从Costco买 Costco的肉品质还是有保证 很多人都特别的推荐 然后我们每次还会去买五花肉 还有有的时候还会买那个牛肉 然后买一大包牛肉特别便宜 然后回来把它分成每磅就是一袋 然后放在冷冻里面 然后每次都吃一块 然后吃之前把它拿出来 还有它的那个海鲜也特别好 可以看一下那个我拍的这个 那个龙虾的那个尾巴特别大 还有那个螃蟹也特别大 好下一个东西就是这个手指饼干 特别的好吃 拆开给你们看一下 里面有好多包 然后是这样的 这里开 它这个上面是奶酪 这个是手指饼干 然后就蘸一下 然后这样吃 特别好吃 然后每次去 我们每次去都会买这个东西 下一个这个是一个香肠 上次去买的时候 我们买了两个口味 一个是菠萝味的 还有一个是起司味 这回去的话 我看到只有这个苹果鸡肉味的了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 我觉得很好吃 推荐给你们甜甜的 下面我要介绍一下 我们在Costco最常买的东西 其实就是这个矿泉水 因为它特别特别便宜 就是这么一大框 好像才两块九九吧 我们每次就是给宝宝泡奶呀 然后吃腐食 给他做腐食 都是用这个水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这个椰子水 Costco自己的椰子水 就是最贵的那个 最好喝的那个椰子水 叫是那个Vita的牌子的 但是那个感觉实在太贵了 然后我们发现就是 Costco的这个椰子水呢 也挺好喝的 而且比它便宜一半 所以我们经常买这个椰子水 今天我们去刚刚买的这个 也特别好喝 这是一个 这是巴勒汁 特别特别好喝 就连我老公平时不吃巴勒的人 然后喝了都特别特别喜欢 下面给你们介绍这个 韩式的猪肉腐烧烤味的 特别好日趣都会买 拆开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Costco它有很多的就是肉干 但是别的我吃的就是那种美国式的 就感觉不好吃 但是这种我觉得挺好吃的 就这样的 之前它还出过小包装的 但是最近它只有这种大包装了 就是小包装的都没有了 我觉得那个小包装的还挺不错的 好 然后下面我要推荐的就是这个Costco 它有很多的保健像那种药片什么的 我不太喜欢吃感觉太大了 然后每次吃都很痛苦 所以我比较喜欢吃这种糖类的 就是软糖系列的 然后这个是应该大家都知道很有名了 特别好吃 就是 好我不拆这个 这个没拆过 然后我拆这个是我拆过的 然后每天 每天吃两粒的样子 就是我觉得挺好吃的 下面我要介绍它的那个巧克力 Costco的巧克力也很好吃 之前我们有买那个 Godiva的那个巧克力特别好吃 但是 今天去看没有找到了 Costco就是这样 它的那个东西就经常就是就卖完 然后就找不到了 然后今天然后我就买了一个这个 这款巧克力也非常的有名 拆开来看一下 这样的 嗯 嗯 这是一个加薪的巧克力 嗯 这是一个加薪的巧克力 还不错 但是现在我看好像已经没有了 但是 我觉得很好吃 看我很久以前买的Costco就是它的量很大 然后一直吃到现在 你们看一下 你们看一下 它里面就是这个 杏仁加薪 我觉得很好吃 那现在好像已经买不到了 好了 好了 然后 那我给你们这件 这个也是之前买的 现在我今天去看也没有看到了 这是 明智的一个 熊猫的饼干 里面是巧克力加薪的 然后我觉得很好吃 它很可爱 是一个 上面有熊猫的那个印花 然后里面是巧克力的 那我很喜欢吃这个 这个袋大创也有 它这是 紫色的袋子 你们可以去找一下 好了 然后我还要给你们介绍 这个大西瓜 这个是我老公的最爱 他最喜欢吃西瓜 然后一个西瓜才4块99美元 然后 我个人觉得是 就是刚开始吃的时候很甜 但是味道后面 然后就不甜了 所以我个人不是很喜欢 但是我老公他很喜欢 下面我再推荐一个我老公的最爱 他每次去都要买就是这个 火腿片 他会一直吃一直吃 但是我觉得 我不是我的喜欢 然后今天我还买了这个哈根达斯的棒冰 好 再看一下 里面有好多 一共有15个 看起来很好吃 咬一口看看 还不错 但是我觉得太甜了 我来美国之后就发现美国的冰激凌都非常的甜 然后这次刚刚我去逛的时候看到这个 之前没有吃过 之前没有吃过 但是看着挺诱人的 这个里面是巧克力 然后这个是泡芙 看着很好吃 给你们看一下 吃吃一下 它里面是奶油的 吃一口看看 有点苦 好吧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好吃 刚刚那个酒味很浓 然后我不喜欢吃 然后我不喜欢吃 给我老公去吃了 然后结果他很喜欢吃 所以看来每个人的口味还是不一样的 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很有名的马卡龙 这个一包是36个 然后有各种味道的 就是还是很划算的 但是就是量太大 吃到现在都没有吃完 另外我还要介绍它的这个冷冻的水果 就是如果喜欢吃喝那个smoothie的小伙伴们 可以去买这个冷冻的水果 有各种的 像这个就是纯草莓的 然后这个是各种梅字的 蓝莓黑莓和红莓 这个也非常大很耐吃 但是我已经买了好几个月了都没有吃完 然后还有这个做这个的 ACAC的BOLD 如果对这个感这个现在很流行 对这个感兴趣的也可以在那边买到 好啦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和推荐 希望你们喜欢 如果你们有什么推荐的话 也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告诉我 我会去尝试一下 因为Costco里面它的东西特别的多 而且它的分量都很大 有时候一袋零食买回来 如果不好吃的话就会很可惜 但是 所以如果你们觉得有什么推荐给我的 请在下面留言 然后我去尝试一下 好啦谢谢你们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 然后订阅我的频道 现在的话基本上我希望我每天都可以发一个视频 因为我的频道刚刚开始嘛 视频还太少了 这几天呢我都有每天更新视频 那么我下面呢我会就是尽量去日更 但是就是其实就每天更新视频去做视频还是挺累的 但是我尽量会坚持下去 然后希望你们喜欢我的频道 好今天就到这里吧 拜拜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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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